大家好 今天是6月6日星期三 有一件事真的要大家支持和幫忙 我們《財經台》開台是去年8月8日 到現在這一分鐘十個月 其實成績真的相當好 有17,500多個訂閱 這是多得大家的支持和一直以來的鼓勵 但是在今年的一周年 我個人就有少少願望 希望去到8月8日之前的訂閱人數 能夠去到2萬 這個是我的目標 但是我只能夠做好一個節目 至於其他那些訂閱人數 到底是不能夠穩定增長呢 就要看大家的支持了 希望大家多點推介 和叫多點朋友去支持和訂閱 希望以後在日子裡 一直有大家的支持和鼓勵 好了 說回整個大事 技術上來講 6月份的事仍然是先低後高 至少暫時這一分鐘是 恆指是由上個星期五 即6月1日的低位30,363 去到現在這一分鐘 3點40分左右 暫時的高位是31,332點 在技術上來講 4日之內升了969點 步伐是比較急的 但是由於指數 即是經過這連續兩三天的上升 已經是回到12,15,12至18天線上 即是這個技術上的走勢 是屬於一個叫玉士頂的格局 第一個我們上網的頂 當然是5月14日的高位 31,592點 第二個高位再向上網 一定會是3月21日的31,978 再高一點的當然是歷史高位 1月29日的33,484 好了 市是具備玉士頂的一個條件 以及處於一個形態 但是成交金額那方面 似乎就不太上倍 因為市的上升 你要動力去支持 那麼過去兩天的成交 都是得一千億多些 即是在技術上來講 大市的表現 是比我們覺得有個玉士頂的趨勢 但是你整個市推上去 你是要有足夠的推動力的資金的參與度 然後才感覺到市場有個熱鬧的氣氛 現在這一分鐘 有少少都是量感不足的 所以技術上我們是向上網 但是你說好不好大手去追呢 我看暫時說到不要 情況等於4月份 指數在4月份曾經從4日的低位 29,518 升到12日的高位 31,094點 但是沒有成交 最終下跌到5月7日的低位 29,791點 在那一刻又再升到14日的高位 31,592點 以為漂亮 不行 沒有成交支持 結果又跌回 6月1日的低位 30,363點 但是有一件事我是承認的 4月的低位 5月的低位 6月的低位 都是急急地向上走的 實際上整個中期調整都是這樣 你再看前一點 2月9日的低位是29,129 如果你整個中期調整 最低點229,129點 你計數 往後任何技術上的反覆低位 直到這一分鐘都是急急地向上走 這個最低限度告訴我 一個所謂中期族沉底形態 應該已經告一段落了 只不過現在這一分鐘沒有若忍 若忍就是什麼呢 美航的會談如期進行 中美的貿易談判 留一個圓滿的解決方案出來 資金的參與度就會比較明顯 至於6月14日開始世界盃 會不會去到7月15日期間 市會比較淡靜呢 傳統的確是這樣的 不過今年會不會有一點點不同呢 到時就知道了 我總是覺得 在期間來說大市 可能有些技術上的臭性 無論怎樣都好 最快的時間已經過去了 如果投資者有貨在手的 能夠繼續拿著的 那當然是做一個中線的補處 至於是著量想賣一點點的 問題我看到不會太大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裡